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期末存货的计量 一般默认的是期末在资产负债表上 如何来劣势存货的价值 那么按照存货准则 方法是成本与可变现净值熟低法 如果成本低于可变现净值呢 我们按照成本在报表上劣势 而平时存货的账面记录体现的就是成本 那么该种情况下 我们在资产负债表上也是按照成本来劣势 就没有特殊问题了 反过来如果说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呢 资产负债表上我们是按照比较低的可变现净值来劣势 而平时存货账面上的记录体现的是成本 这样的话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 我们要既提存货跌价准备 确认资产减值损失 分路借资产减值损失待存货跌价准备 我们既提了存货跌价准备 那么它的这个账户是背底账户 底减的是存货的账面价值 这样的话存货的账面价值呢 就是用存货的账面余额 相当于是它的成本了 减掉存货跌价准备账户的余额 这个概念大家要知道 那经过这样的处理 达到了一个什么效果呀 我们借了一个资产减值损失 抵减了当期利润 没有导致当期利润被虚增 那我们带了一个存货跌价准备 又抵减了谁 抵减了存货的账面价值 没有虚增资产 符合谨慎性 那么这里边的成本 是期末存货的实际成本 如果像上次课 那我们企业采用计划成本法 售价期额核算法等等 简化核算方法的 那么再算 就是在跟可变现净值比较之前 算存货跌价准备 计题金额之前 要把他们的计划成本等等 调整成为实际成本 那这件事情要清楚 2021年的一个非常经典的单选题 稍稍有点综合性 那么假零售企业系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 对存货采用售价基额计价法来核算 那么2020年12月初 X库存商品的成本是100万元 售价是120万元 不含税 那么本期所购入的商品的成本 是85万 售价是80万元 那么这种售价金额计价法 存货类的 就是商品类的存货 日常的收发节存 账上都是按照售价来登记 那么实际的采购成本 跟它的售价之间的差额 那我们是把它记住到商品绩销差价里边 那一般来讲售价大于净价 是把商品绩销差价记贷方 那么本月X商品的销售收入 是160万元 2020年12月31日 X商品的可变线净值34万元 那么此前X商品没有计题跌价准备 则甲公司2020年12月31日 应当计题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 是多少钱 那期末存货的可变线净值已经给 了34 让我们算低价准备 那关键是算期末 结存存货的成本 而我们这个题呢 这个企业呢 是采用售价金额 计价法来核算 怎么算期末 结存存货的成本 那得算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指标 能不能够说对它的名字 叫商品计销差价率 来吧 那么它的公式呢 分子是差价额分母呢 是售价总额 分子和分母都包括期初和本期形成 这样两部分 来 我们先看分子吧 分子 期初的差价120减掉100 没问题吧 那这个结果呢 是20 那么本期形成的呢 成本是85万元 售价是80万元 那本期形成的售价 它竟然低于怎么样 竟然低于它的成本价 那跟这个就反过来 85减掉80是5 那前面给它一个负号呗 如果对照着材料成本差异来理解 那么期初相当于是一种什么 节约差 本期相当于是一种超值差 我们用20减掉5 你如果说都用一个符号 或者都用正号 或都用负号 那肯定就错了嘛 这是总的进销差价 除以总的这个售价总额 那么期初是120 本期够进的是80 所以除以120加80 乘百分之百 百分之7.5 下面呢 那我们本期销售商品的实际成本 用售价是160 就是本期确认的销售收入 相当于是它的售价 减掉160分摊的进销差价 160乘百分之7.5就行了 结果呢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160乘上 一减掉百分之7.5 一减掉进销差价率 相当于是销售成本率 我们用收入或售价乘以销售成本率 算出来的是销售成本148 那么期初的成本100 加上本期购进的成本 8数 再减掉刚刚算出来的 本期销售成本148 我们就能够把期末 节存商品的成本 算出来是37 这是第一种算法 如果你不喜欢 我们还有第二种算法 第二种算法呢 是用期末节存的售价乘上 一减掉进销差价率 7.5% 那么期末节存的售价 用期初 从期初算起 那么期初的售价120 加上本期购金的售价 18 再减掉本期销售收入 相当于是销售商品的售价 160 就算出来期末节存的售价了 那么乘上一减掉进销差价率 相当于是销售成本率 就能够把期末节存的成本 算出来两种方法一样 37 那么用成本37减掉 可变现净值题目当中 给的是34 的差额 3万块钱 就是我们本期应当计题的 跌价准备了 因为这个题 它并没有说 存货跌价准备有期初余额 因此这个差额多少 3万块钱就是答案了 选项2B是正确的 如果题目当中说存货跌价准备的 期初余额是1万块钱呢 那就是3减1的差 那就是2万块钱了 就提前完了 那么下边是可变现净值的确定方法 分这样两种情况 第一个产成品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 等等可以直接对外出售的商品存货呢 直接对外卖 它的可变现净值 我们要存货的估计售价 减掉估计的销售税费就可以了 这个税费呢 一般说的是价内税金 比如说应税消费品的消费税 承建税等等之类的 那么第二种情况 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 它的可变现净值 昼夜得用终端产品的估计售价算 我们用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 减掉把材料加工成为产品进一步发生的什么 加工成本 再减掉终端产品估计的销售税费后的净额 那么对于企业持有的各类存货 我们在确定期可变现净值时呢 需要区别下边情况来确定它的估计售价 就是有合同 还是没有合同 如果说有合同的话 你说把哪个作为估计售价 合同价呗 所以呢 合同数量范围内的部分呢 就是把合同价作为估计售价了 没有谁比它更好 因为我们就是按照这个合同价来卖呀 如果不考虑相关的一些交易费用呢 收回来的钱就是这么多 超过合同数量范围的部分呢 就得按照一般的市场价格作为估计的售价了 那么如果库存的存货并没有签合同呢 就是按照一般的市场价格作为它的估计售价 要约生产产品的材料账面价值的确定几乎年年考 不管是税务师还是CPA 都是命题组命题人特别热衷于出题的考点了 为什么愿意考 因为它有可考性啊 要约生产产品的材料 你说它简不简直取决于啥 是不是取决于这个材料本身的售价高还是低 不是啊 不管这个售价是多高还是多低 我们都不去卖它 我们最终卖的是谁啊 是中端的产品 所以它简不简直取决于啥 中端产品 如果中端的产品没有发生简直呢 那我们这个材料即便是 它的成本高于它的售价 这个材料也不简直 既然不简直呢 材料按照成本来计量 反过来 如果说中端的那个产品 我们估计出来的结果发生简直了 比如说中端产品的成本 大于它的可变现净值 那么中端产品简直就意味着 为生产中端产品所持有的材料也发生简直 即便这个材料的售价高于它的成本价 那么这个材料也怎么样要提简直的 因为它不是直接对外出售 是通过生产销售中端产品的方式带来经济力 那么材料就得按照什么呀 可变现净值来计量 该种情况下 材料的可变现净值呢 我们是用中端产品的估计售价算 这一点我再格外的强调一下 中端产品的估计售价 减掉把材料加工成为中端产品 进一步发生的加工成本 再去减掉终端产品所估计的销售税费 17年的单选 下列关于存货可变现净值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可变现净值是指存货在资产负债表日的售价 那这就错了 是估计的售价减掉估计的销售税费 如果存货需要经过进一步加工才能够卖掉的话呢 那还得减掉进一步的加工成本 B 成本与可变现净值熟低法 体现了会计信息质量要求当中 实质重于形式的要求 胡说八道 如果成本高于估计出来的可变现净值 在损失实际发生之前呢 继续成为跌价准备 直接提前进入到当期损益 没有虚增资产 没有虚增利润 体现的是谨慎性 不是实质重于形式 错了 那么C 存货采用计划成本法核算时 期末与可变现净值进行比较的成本 应当是调整后的实际成本 那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D 为执行销售合同而持有的存货 应当以产品的市场价格 作为其可变现净值的计算技术 为执行销售合同持有的损获 我们应当按照合同价作为它的估计 售价这个也错了 那么这个题的正确答案是C选项 17年的单选 假公司期末原材料数量10吨 账面成本是90万元 已经计题的跌价准备是15万元 这个书你是不是要小心了 那后边的课程 下一节课就要讲了 在公式里边把它称之为叫什么 有没有预习啊 叫做以提数 你们听课之前遇不预习啊 预习的同学微博里面给我发个信息 那我了解一下 那么该原材料 就是给定的以提数是15万元 有什么用 这用途大了 算本期实际应当计题的跌价准备金额 那得用期末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 那叫应提数 减掉这个以提数15万元 才是正确答案 该原材料专门用于生产于乙公司 所需合同约定的20台Y产品 有合同约定 那么合同约定的售价 每一台不含税是10万块钱 那么估计该原材料加工成为Y产品 每一台上需发生的加工成本是5万块钱 这叫进一步的加工成本 那么销售每一台Y产品上需发生相关的税费 是1万块钱 算可变现净值 要把它们统统减掉的 那么本期期末市场上该原材料 每一吨的售价是9万块钱 这是无效的 这是干扰项 因为我们原材料不是直接对外卖 是通过生产销售产品的方式来获利 那么估计销售每一吨原材料 上需发生的税费0.1也是干扰项 则期末该原材料上需 既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是多少钱 就得用期末原材料成本高于期可变现净值的差额 那在公式里面叫应提数 减掉以提数就是15万元 最关键我们要算什么可变现净值 因为这个材料是用来生产销售产品 所以它的可变现净值 得用终端产品的估计售价去算是多少 每一台是10万块钱 没问题吧 所以我们用每一台的10万块钱 乘上多少台呀 给了吗 20台是吧 这叫终端产品的估计售价 减掉把材料加工成为产品 进一步发生的加工成本 那每一台是5万块钱 一共是20台 所以减掉5成20倍 再减掉中端产品估计的销售税费 那每一台是1万块钱 用1成20台 把这两个通通减掉 结果80万元 那材料的 这是材料的可变现净值 而材料的成本 题目当中直接给了是90万元 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 那90减掉80的差额 10万块钱叫什么 叫应提数 就是本期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 也是我们补提或转回跌价准备以后 存货跌价准备的期末余额 而它的期出余额是多少 期出余额是15 我们用期末余额是10万块钱 对吧 减掉期出余额是15 10减15是负的5万块钱 这叫什么 这叫转回 如果做分录的话 是借存货跌价准备带资产减值 存失 方向跟我们计题是正好相反的 找一下答案 选项A是正确的 那下面这个是去年2022年的一个单选题 华山公司想到了射雕英雄传里边的华山论件 2021年末 库存甲原材料是50吨 每一吨的成本10万块钱 该批甲原材料 专门用于生产一批以上品 你看看这个材料 是用来生产加工产品的 那么预计上需发生的生产费用和相关的税费 预计上需发生的生产费用和相关的税费是180万元 这180万元怎么理解呢 上需发生的生产费用 就是进一步的加工成本 和相关的税费 我们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就不涉及到税的问题了 所以这里面的相关税费说的是什么呀 将来出售这个环节估计出来的 因此这个题很有意思 就是把进一步的加工成本 就是加工环节的进一步加工成本 和销售环节估计的销售税费放到一起了 那我们计算那就更简单呗 180万元 那么华舍公司呢 已就该批以上品签订了600万元的销售 合同这是估计的售价 合同价了 把这个作为估计售价 如果说年末 年末原材料的市场价格 是每吨9万块钱这是干扰项 因为这个材料我们不直接对外出售 则华舍公司对甲原材料应当具体的跌价准备是多少钱 要算材料的可变线净值啊 用它的可变线净值 我们要终端产品的估计售价算多少600 减掉进一步的加工成本 再减掉销售环节估计的销售税费 他们两个的总数180给定了 所以600减掉180 其实就是什么 材料的可变线净值 而材料的成本是多少 材料的成本是50吨乘上10 这是总的成本 总的成本减掉可变线净值的差额 80万元就是应当具体的跌价准备 选项C是正确的 提示 期末对存货计量时 如果同一类存货 其中有一部分是有合同价格约定的 就是签了合同 那么另外一部分是没有合同价格约定的 没有签合同 能不能够把它混到一起 不可以 知不知道为什么 如果混到一起的话 容易掩盖生产经营管理当中存在的问题 假如说未来的物价 产品的价格会下跌 我们为了规避这个风险 提前签订了长期的合同锁定价格了 那么签合同的这个存货就没有减值 而没有签合同的这一部分 你将来卖 因为价格下跌了 少卖钱了 那就有可能发生减值 而如果我们混到一起的话 假如说签合同的数量占比比较大的话 那怎么样 放到一起来比较的话 不提减值了 不就把没签合同的管理问题给掩盖了吗 所以怎么办 我们应当区分有合同价格约定的和没有合同价格约定的存货 分别来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与相对应的各自的成本进行比较 从而分别来确定存货定价准备的具体或转回的金额 下面是16年的这个单选题超级的精变 当然计算起来稍稍复杂一些 有很大的迷惑性 甲公司2015年墨库存以原材料的账面余额 就是它的成本 1500万元 那年墨季提跌价准备之前的账面价值呢 是1400万元 什么叫账面价值 就是用存货的账面余额成本 减掉存货跌价准备的余额位 因此1500和1400的差额多少 100万元其实就是存货跌价 我减写了啊 那么存货跌价准备这个账户的什么 这个账户的期出余额 在公式里边呢 我把它称之为以提数啊 所以后边算本期实际计题的金额呢 别忘了用应提数减掉这个以提数 接着说 那么库存的以原材料将全部用于生产品产品 预计饼产品的市场价格总额1650万元 这是终端产品的市场价啊 预计生产品产品还需发生 除以原材料以外的加工成本是450万 这是进一步的加工成本 那么预计为销售饼产品所发生的相关税费总额呢 是82.5万元 这叫估计的销售税费 那么算可变现净值呢 要把这些都给减掉 饼产品的销售数量当中 有固定销售合同的占80% 你看看 另外那20%呢就是没签合同了 所以这里面库存的存货呀 一部分签合同 另外一部分呢并没有签合同 怎么办要分开来了 那么合同价格总额 合同价格总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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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额是1350万元 我给你几秒钟时间缓一缓啊 合同价格总额呢是1350万元 因为之前在直播的时候 微博上直播的时候 有同学算 说1350成了80% 对不 合同价格总额是1350 然后说有销售合同的占80% 所以成了一个80% 能那么算吗 这初题人呢真的是数学爱好者 要玩这种游戏 在CPA考试的题目当中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我们是不是会的啊 你看看饼产品 销售数量当中有固定销售合同的占80% 合同价格总额1350 我们分开算的时候 要区分有合同没有合同的 这样两部分 那我问你啊 有合同的这一部分的1350 用不用再乘80%了 不用啦 这1350说的就是什么 就是总数当中80%的这一部分 要得什么合同价 很多总统都在这块塞梗头了 出题人也挺坏的 从2015年12月31号呢 甲公司对以原材料应当计题的存货 跌价准备金额是多少钱 都是挣的哈 那就意味着这个计题相当于是啥 因为有期数余额了 相当于是补题 那么关键是算应提数 就是期末存货的成本 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 成本都已经有了 总数呢是1500 我们分开来一个呢 要乘80%有合同的 还有一个呢 是乘20%没有合同的 所以关键的是算这两部分的 可变现净值 那么有合同的这一部分的 估计售价值不有了吗 1350千万不要再乘80%了 减掉什么说吧 减掉进一步的加工成本 450这个是总数吧 那你这个要不要乘80% 注意啊 这450得乘80%啊 还要减掉 估计的销售税费 这82.5要不要乘80% 那要吧 但是这1350要不要乘80% 不要 你说出题人多坏 所以有合同的这一部分的 应提数就算出来了 那么没有合同的这20%呢 它的可变现净值 你就不能光按照合同价来 你得按照什么来 你得按照市场价来 市场价总额给没给 给没给给了 1650 请问这1650 成多少啊 那你得成20%啊 再减掉什么 这两个数都得成啥 一个是进一步的加工成本 一个是估计的销售税费 那么他们哥俩都得成20%啊 那应提数也算出来了 两个应提数一相加 减掉以提数100 答案就出来了 来吧 有销售合同的部分 材料的账名余额就是成本 1500×80%是1200 已经具体的跌价准备呢 就是1500-1400的差 100×80% 80万元 那么15年以材料的可变现净值 它的估计售价 注意啊 有合同部分的估计售价 1350千万不要再成80%了 减掉进一步的加工成本 450和估计的销售费82.5 他们两个扩起来 得成80% 924万元 那么应当补提的怎么算 成本是 这80%的成本是1200 减掉它的可变现净值是924 这叫什么 这个式子叫应提数 减掉这80呢是以提数 196就是补提的 没有合同的这20%呢 那么原材料的账面余额 1500×2300万元 以具体的跌价准备呢 就是1500-1400 这100×2020万元 这叫以提数 那么年末以原材料的可变现净值 估计这部分没有合同 得按照一般的市场价格作为估计售件 所以呢 市场价1650总数 减掉进一步的加工成本 450 我们还要减掉估计的销售税费是82.5 这是总数啊 而我们没有合同的是20% 那你不得成20%吗 这个得成 223.5万元 来吧 成本是300 减掉可变现净值呢 223.5 这叫应提数 减掉以提数呢 这呢 20 56.5万元 这叫什么 这叫实际补提的金额 有合同的补提数是196在这呢 没有合同的补提数呢 补提数是56.5 相加的结果252.5万元 照答案吧 252.5选项4D 是正确的 你说这个题多好啊 我建议各位同学听完课以后 晚上睡觉之前 这个题把答案给撕掉 给盖上 独立的自己在草稿纸上做一遍 如果你不做的话 今天晚上睡觉 做噩梦 下一个答案选题 甲公司期末存货 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 孰低来计量 2021年的11月18号 甲公司与华山公司 签订销售合同 约定2022年的2月1号 向华山公司 销售某类机器是1000台 每一台的售价是1.5万元 不含税 那么2021年的12月底呢 公司库存 该类机器呢 是1300台 到这先暂停吧 什么意思 我们有合同的是多少 有合同的是1000台 而我们库存的是1300台 就意味着另外那300台呢 没有合同 还得分开来处理 那么每一台的成本是1.4万元 不管你签没签合同 签合同和没签合同的成本是一样的 2021年的报表日 就是当年的年底了 该机器设备的市场价格 每一台是1.3万元 看到了吧 那么这里边的合同价呢 是1.5万元 就是有合同的 你得按照合同价1.5 作为它的估计售价 而没有合同的 我们得按照每一台的市场价1.3 作为它的估计售价 也是不含税的 那注意像其他客户 我涂黄色了 提醒大家神好听 那么像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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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客户 预计销售税费是每台0.05万元 啥意思啊 我们其他客户就是没有签合同的呗 没有签合同的这300台呀 算可变现净值呢 要减掉估计的销售税费 而我们签合同的多少 签合同的这1000台 有没有销售税费 没有啊 所以这个题呢 初题人挖了一个大大的坑啊 则2021年12月底 甲公司该批机器在资产负债表存货当中 劣势的金额是多少钱 劣势的金额是取成本 与可变现净值的较低者 如果成本低于可变现净值呢 那就按照成本来 如果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呢 那就按照可变现净值来 因为我们这里面库存1300台的存货呢 有1000台签了合同 有另外这300台没有签合同 所以说我们得分开来进行处理 有合同的成本 用1000台乘上每台1.4 1400万元 可变现净值呢 用1000台乘每台的合同价是1.5 有合同的这部分没有税费 就不用去捡了 结果呢是1500万元 怎么样 成本低于可变现净值 有合同的部分没有发生净值 既然没有发生净值 报表上按照哪个来呀 按照比较低的成本1400 去劣势 那么没有合同的部分 它的成本300台乘上每台的成本1.4 420万元 可变现净值呢 用300台乘上一般的市场价格是1.3 还要减掉300台乘上每一台估计的销售 税费税费税费0.05 这个得减 而这个就没有 375万元 怎么样 成本高于它的可变现净值 两者之间的差额要集体 45万元的跌价准备 哪一个比较低呢 显然可变现净值比较低 那报表上按照这个金额来劣势 所以用1400加上375 得结果看看是多少 1775万元就是期末资产负债表上 所劣势的存货价值选项2B是正确的 OK 这节课就给大家讲这么多内容 谢谢各位 来吧 OK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